習近平在談話當中 我也發現 他在這個一國兩制上 其實這個篇幅算是滿長 也講得很詳細 當然對台灣來講 有沒有一種 講給台灣聽的感覺 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愛國者治港 我稍後兩個請亮哥一起講 愛國者治港 習近平說 香港必須要落實愛國者治港 強調不是港人治港 是愛國者治港 政權必須要掌握在 愛國者的手中 這是世界通行的政治法則 然後背靠祖國 連通世界 中共中央完全支持香港 長期保持獨特的地位跟優勢 獨特的地位跟優勢 中央政府是支持的 然後香港不能亂 也亂不起 這個很重要 當然講到愛國主義 大家就想到 其實現在美國也是 對不對 美國滿滿的愛國主義 美國優先等等 所以亮哥怎麼看 這兩大重點 這個愛國治港 當然是對比2019年 那個時候香港有兩種力量 一個是港獨罵 另外一個就是 認同英國的力量 基本上2019到2021 我覺得就是在做這些力量的整頓 讓香港在國家認同跟國家安全上 基本上跟重要一致 這個部分我覺得大概已經完成了 可是這個也不能過頭 因為過頭變成香港跟大陸都一樣 這樣又失去香港的特色 所以我覺得他為什麼會再強調 一國兩制 就是一國兩制這個制度 他還是要展現他的治理成就 否則他對台灣怎麼號召 因為最近有兩件事 看出他心中還是不時念著台灣 比如說第三個航母叫福建艦 這個我覺得 我聽說是他改名字 是他下令要改 本來不是說降書對不對 反正他就是心念著台灣 第二個就是 因為20大是10月 現在已經傳出來 大概在20大會有一個 針對台灣全面治理的一個 黨綱的一個 我聽說是一個叫做治理方略 可能要公布 是黨的 不是法律 是黨的 是一個政治論述 所以他如果沒有在香港做好 一國兩制 他怎麼去跟台灣做號召 所以勢必他就要回到一國兩制 就說這個沒有什麼 50年的大限 大概就是要繼續做下去 所以他說這個制度 他要繼續去推廣 對 所以他說沒有任何理由改變 要長期堅持 那就是要做出成績 當然是這樣 所以對於香港的特色 香港事實上我覺得 他最大的特色 就是經濟上的自由 他一定要恢復他自由創新 那樣的色彩 才能夠維持香港的 那個經濟的活力 我覺得他這次去 大概就是要講說 這個制度的改革整頓 大概已經做完了 接下來就是要讓香港 進一步發揮他的經濟的活力 這樣的一個角色 所以在這個穩定 不亂也亂不起的前提之下 支持香港保持獨特的地位跟優勢 就是過去那個東方明珠 跟世界接軌 這個世界之窗的特色 永遠會在香港 這個不會變 其實說實在話 大陸向海外 比如說做資本募集 或者是很多外資要進去大陸 都是先進過香港 因為大家對香港還是比較熟悉 對 所以香港真的有他特殊的地位 而且香港人長期就是 對英美法系的金融的制度 非常的熟悉 對 所以就很容易 因為金融資本主義 就是美英為主 這個就是現實 事實上你最近也看到 大陸的證監會 跟美國的SEC證交會也在談 負美上市261家公司的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基本上大陸還是希望 繼續對外開放 然後在金融方面 還是跟美國繼續合作 香港就變成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習近平還是肯定香港的 所以在這番論述當中 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個大陸對於香港 未來藍圖的破壞 就在習近平的談話當中 當然亮哥提出了 更多更多的訊息 包括在發表這篇談話之前 習近平在香港參訪 之前走訪的地方 之前走訪的地方可以看得出來 經濟的 金融的 科技的 是未來的一個施政主軸 那巧欣繼續談一下 這當然了 相對於這個習近平的肯定 這個描述願景等等 因為畢竟對於習近平來講 這是家務事 對不對 香港是大陸的 家務事 我在談我自己的家裡的 一個治理等等 我在談我自己的制度 但導師你看看美國英國 這不意外 英國當初就是殖民者 對不對 所以Johnson當然要講話 那當然是批評 中國未能遵守承諾 沒有根據中英達成的協議 尊重一國兩制的安排 當然就是在習近平的對立面 完全唱反調 布林肯也說 50年不變的承諾才走一半 北京跟香港當局 就破壞了人民的民主參與 基本自由跟獨立媒體 也是完全站在對立面 就不要說我們的蘇貞昌了 香港是好是壞 看香港人民所受的痛苦一目了然 還有海恩斯 不過海恩斯是說 中國還是偏好透過和平手段 來統一台灣 他們的唱衰當然不讓人意外了 這就是一個政治上的語言 導師這個記不記得 這是在1997年主權移交之前的 美國Fortune財富雜誌 當時大大的封面有沒有 The death of Hong Kong 香港之死 用死來形容香港 香港已經完蛋了 已經死了 在97年交接之後 就認為香港已經死了 但是我們看到 從這個數據顯示 香港最重要的 香港不是一個政治性很強 它就是一個金融的經濟建廠的 以數字來看 香港沒有完蛋 你怎麼看的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就是說在英國殖民的時候 它有一些的優勢 然後它可能到了回歸以後 它可能變少一點 可是也有一些是所謂在 英國殖民時期的一些劣勢 到了回歸中國大陸之後 它整個又發展起來 所以我覺得西方 它當然藉由香港 它是一個入口 我就說你西方國家 你要把你的手去插到 大陸的其他省份裡面 那個是非常有難度的 因為這個就是很明確的是 它自己國內的事物 可是香港它有一個 歷史的特殊性在 包括它先前跟英國的關係 包括它就是一個 開放出來的一個城市 你說你一個外國人 你要到大陸裡面去 不知道你說要辦銀行卡什麼的 其實是有一些難度在的 大陸他們對 就是因為他們一直在防範 西方的勢力 那可能透過各式各樣的手段跟方式 那可能會影響到他們 但是香港它是獨特的 它是開放出來的 那也經過很長的時間 讓西方的人民或是說商人 在這個地方 他是很非常習慣的 所以說當然布林肯或是強森 甚至說你說台灣 像蘇貞昌這些人 一定是會藉由所謂的 一國兩制的移交25週年 那他去講一些話 那希望可能在政治上面 或者說他們樹立所謂的民主大旗 去打擊中國大陸 他們自己的內部的體制 可是我會認為就是說 如果我們從單純的經濟角度看的話 其實從97年到2021年 這個整體的香港的經濟實力 還是不斷的在成長的 所以2019年20年的時候 我們的感受 就是從台灣的角度看 我們那時候感受到的 全部都只看到了反送中的力量 然後看到了非常多台灣人 對於香港的支持 可是在隔了一兩年之後 我很想要問的是 這些在台灣當時 聲援香港人都去哪裡了 那香港當時希望台灣人支援的 這一些訴求沒有了嗎 其實都還存在 可是最近變了 像我知道很多的民進黨的 就是民進黨深綠的 尤其是這些所謂的絕青 他們是最反對台灣政府放寬港人入境的 到現在他們甚至 他們甚至有些人為了 前一陣子有些民進黨的立委 想要再多開放一點 讓港人來台 他們是直接打電話 到民進黨的立委辦公室去抗議 因為他們其實根本沒有把香港人 當成是說我真的要來幫你 我要來救你 那只是當時的政治環境上面 他覺得可以利用香港的世界 訴求說你看 中國大陸非常可惡 所以台灣我們要搞台獨 可是過了一陣子之後 這些香港人他仍然 當時需要幫助的訴求沒有變化 但台灣的這一邊的幫忙 已經完全封口了 而且那些就是所謂的一些網友也好 當時的支援者也好 他們封起來的速度 甚至比民進黨的政治人物跟立法 這些立委還要更快 所以這些情況 可以讓我們推想回來 2019年 2020年可能是 在整個一國兩制 在中國大陸跟香港之間 最不能被大家信賴 包括台灣看到很多人害怕 然後都說很可怕 很糟糕 香港已死 那時候也有這樣子的氛圍 可是你過了一兩年之後 你回頭 再看當時在台灣出現的那個氛圍 還有當時不斷倡議的那些人 似乎他們都已經忘記了或是明明知道 但是卻跑掉了 不過那時候的巧幸應該還小吧 1997年 我89年出生的啊 OK好 所以這邊告訴大家 汪汪水神微酸性電解刺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還原成水 溫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環保 要跟病毒共存必須要長期抗戰 大家趕快來到快點購 注雅婷的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有折扣優惠